世界是充滿變數的 我們這一集節目 聽著的觀眾千萬千萬要為我們祈禱 為什麼呢? 因為旁邊原來是大裝修 剛才聽他在轉眼 我和阿維已經心裏一沉 擔心不已 如果人家這麼拼命 開到兩點多三點都還要轉 我沒有話可說 當然我也希望 旁邊那位師傅 這幾年都累了 今晚休息一下吧 我以為你說今晚 要跟他鬥長氣 我不會的 首先 你要鬥長氣 鬥長命 你也要等別人繼續弄下去 如果不是一會兒再多轉兩點的話 聽眾聽得辛苦 我們又做得不舒服 真的無謂 這樣說 是啊 所以今晚大家要多多祈禱 我們沒有試過 我們有沒有試過在錄影廠面面 面對著這些問題 還沒有 還沒有 但是你知道做這些東西 一向都是晚上的 是啊 是啊 有聽眾問阿尼會不會封煙 阿尼要留一些精氣神 就是星期四 星期四有些很重要的嘉賓要來 蛤? 我也不知道 你都認識的 你都認識的 這麼過癮? 是 你不能透露嗎? 到時候就知道 你都認識的 首先你先說是男還是女 喂 不要啦 不說啦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是男的 還要姓元的 那豈不是大傷你 哈哈哈哈 是不是被我嚇壞了呢 幸好不是他 哈哈哈哈 我有這樣的本事 是吧 請到一個這樣的嘉賓 你和阿尼都不會上來 哈哈哈哈 你這次畫法 你肯定我不會上來 你肯定我沒有這樣的吉士 我怎麼知道你 他有沒有這樣的吉士 我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嘩 你真的 你剛才 嘩 來個反高潮 我告訴你 原本我也很睏 聽完你這麼說之後 我真的 哈哈哈哈 你真的 咬什麼睡 今晚醒神點 即是那四個字 如果監製現在在這裡 好了可以記四個字 哪些四個字 就是飲水思緣 顧劍重逢 還是飲水思緣 飲水思緣 飲水思緣開心點 哈哈哈哈 你們不要誤會 我沒有這樣的本事 請到袁先生 有的話呢 就好了 是不是 始終你說 這個世界 網上恩怨 又網上了斷 是不是 如果 袁先生 不介意這個屈質 又願意來到我們這個節目 作客的 我極之歡迎 是不是 因為 因為 小弟平時 什麼都聽一下 是不是 如果袁先生 上來 即是願意上來 我非常之榮幸 但是 過往發生過的 多少事情 這樣 漠世界的事情 其實老實說 大家都不是 擺一本消氣寶 在那裡 如果以前 袁先生 可能覺得 閉節目 即是 僅代表本人立場 哈哈哈哈 如果小弟 以前說過什麼 你看 一說到這些 就馬上 來了 是不是 想問聽眾 這些聲音 你們聽得到 會不會太過煩擾 大家 一說這些 就馬上出事 你說多可怕 如果 以前 小弟 不少說過的 得罪了 袁先生 你 希望 大人有大量 小弟 閉平台 開放任何人 上來做嘉賓 尤其是 今年2024年 又有大賽年 歐洲國家盃 請到越多嘉賓 越好 就是這樣 你說完你的立場 又輪到我說我的立場 你怎麼樣 我現在這一刻 我不知道阿Nic 怎麼看 所以我以下的說話 僅代表本人立場 並不代表阿Nic的立場 那我和袁文傑 我到現在這一刻 都是稱呼他做恩師的 因為畢竟十年前 正正就是 透過這個 《世界杯》的訓練班 當時就是一個 政治的頻道 我才有機會出身的 不知不覺都十年了 所以我又順帶呼籲一下 下個月 或者再下個月 六、七月份 未知哪一天 我就會搞一個十周年的網聚 希望大家到時賞免出席 沒錯 小弟出道十周年 十年其實就不是很長的時間 但我想阿總編 你聽我這樣說 可能你也有點感慨 這樣就十年了 是嗎 是啊 這樣就十年了 其實我們很多人 都是在那個時間 差不多 走進來開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原來我在這裡 講一些空洞無密的事情 都講了差不多十年 原來今年是第九年 是啊 所以如果還有人願意 給我那把死人聲 去攝時間的話 我也很感謝大家 這麼寬容我 真的 因為你要聽一個主持 或者聽一個KOL 或者網台十年 不容易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他自己聽一聽 去到某個地步 他覺得自己的水平進步了 有一天不想再聽 是不是 如果有一天你聽到 聽到人開始覺得 不是 我不太同意 看話說的東西 你這個人已經有啟發 有進步 然後漸漸地去擺下 那未必是你進步 也未必是我們 有些地方做得還未夠好 還未進步 是不是 我不會說 埋不埋怨 那些又行 只是會在那裡反省 其實我最近 是不是個人講話 或者做節目 是有些滑了牙的呢 那今晚英超 我們做球季總結 我們希望那個餡 那個形式和之前有些少不同 因為我們今天分了四節 那譬如是第一節 我們可能講個總的形勢 那希望可能這方面 就不會悶傷大家 那裡面有一些數據 也都可能結合比賽內容的東西 那些制度 那些制度 那之後另外那三節 就可能分開三極 不過我不知道 就是你怎樣去定中游 還有那個就是所謂下游的 我自己的標準是怎樣呢 我先講一講 所以一會兒 如果聽到第二、三節 的時候可以聽眾問 為什麼那一隊球沒有出現到的 那你們不要見怪 小弟對於所謂中游的標準 是這樣理解的 就是由第九位韋詩咸 去到第幾位 去到第九位韋詩咸 因為他52分 52分 就去到哪裡 去到14位的梁隊46分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都合作無間 即是你跟那些分隊都一樣 根本就是心領神會 太好了 跟你完全一模一樣 那因為你看到分數 你都知道那個 那個分水嶺 是的 那個分水嶺在哪裡 然後如果你再發現 一說到分水嶺 就馬上又來了 對不對 這些分水嶺 就是你看回 就是由第九位去到第14位 韋詩咸到狼隊 其實這幾隊不正義分數很近 而且都 就是他們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 上和下的那些時間 不重疊的 可能剛巧這一隊 就是這一期 譬如說搬離茅夫 才算 下半季又可以繼續 拿回那一段的時間 隔離另外那幾隊又怎樣 又會下去 這樣 大家就非常之均勻的 那下游了 那當然是說一些護級分子 那你說愛華頓 其實如果不是被人扣分的話 他是不應該下去下游的 是不是 是啊 但是實際上的那個分數出來的結果 就是這樣 40分 還有你綜合的形勢 你說上游的 頭八位都很合理 因為有迫式囊括在內 然後維拉和納卡蘇 都叫做連續兩季可以踢到歐洲賽 有機會 這一刻我們還不知道 納卡蘇會不會可以 連續兩季踢到歐洲賽 都要視乎足中杯決賽的戰果 但是暫且這一刻 頭八位是上游 然後中游的那些9至14 因為你想回整個球櫃一路進行 其實富咸、狼隊、水晶宮這些 其實都很早已經宣佈互給成功了 那麼愛華頓 當然如果不是扣好那8分的話 他們都可以很早上岸 但是相對就遲一些 所以 第15位打後那些 我們將他定義為下游球隊 我覺得都是合理的 應該大家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當然這些其實 硬去分上游、中游、下游而已 都是 雞毛蒜皮 不是說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所以今晚呢 我希望大家看回客觀的數字 有些聽錯問 萬聯是不是勁女 萬聯是不是分水嶺 我怕我說完之後 接著旁邊又再轉過了 萬聯現在是排第八位 六十分玄貴 得失球差方面落後扭卡數二十四級 我都說了 一說分水嶺馬來 一說到萬聯就馬上轉 可能他們那邊在聽我們做節目 零四有反應的 其實我怕另一件事 什麼呢 我怕除了轉東西之外 因為這幾天天氣變化莫差 會不會待會有行雷閃電 不知道的 真的 你有沒有擔車 我沒有擔車 我剛才很濕濕的 真的沒辦法 一聽到你都已經濕濕了 你看回這裡 萬聯就是第八位六十分 跟劉卡數同分 但是得失球 就是差一整二十四球 對不對 我們無意去分類 究竟萬聯是不是勁女 因為事實上 你看到 在分數榜上面 超過六分 分數差距超過六分 是不是 那裡已經是一個非常明顯的 一個階段 大線 所以你拿萬聯和韋思涵來分開 絕不貶低韋思涵的意思 是不是 因為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你要歧視紐卡數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記得看回聯賽榜 我們這些位置很公道 我們先說一下英超總的形勢 我自己有很多事情都想說一下 不是講場面 或者比賽內容 而是今年的一些新例 或者是新的政策 首先呢 給大家看一張圖 但進入圖的同時 呼籲聽眾們 如果你們 聽到轉眼的聲音 非常明顯 很阻礙到大家 麻煩你們提醒我 因為你們聽到的聲音 跟我們聽到的 可以是很兩節不同的東西 我們現在先進入這張圖 第二張圖 第二張圖 好 進來這裡看看 Premium & Goals 這張圖其實是 BBC那邊提供的 其實就是在上一週之前 英超已經有1,162球 已經破了歷年來的紀錄 以及單季入了最多的英超球位 主要原因呢 就是今季開始 你也知道那個保時 保時 就是他訪效這個 國際足協 保得很充裕 所以就令到很多入球 令到很多入球的同時 當然是多失球 所以你看回 如果你直接去比較 今年的聯賽榜 以及去年的聯賽榜 你就會發覺 其實連這些前列球隊的 失球數字 都很誇張 嗯 這個我想大家都是其中一個 觀察到的現象 對 當然 其實如果你想再精細一點的話 你可以看一些所謂大比數的比賽 即是一些入球數字超過三球 三球或以上的比賽 即是入球大 對 開入球大 其實就 雖然我們節目就不是什麼博彩節目 對不對 嗯 想聽這方面的內容 請而欲報 這個防中衛足球頻道 但是大家會看到 其實在剛剛這一輪 英超薩科日的比賽 其實只有兩場比賽 的入球總數 是不超過三球的 基本上我沒有做一個很短的統計 所以就是說每個 每個 每個 複雜日 就是有多少場比賽 沒有超過 兩球 但是如果這樣看 你是喜歡 研究所謂入球大小的 那類人士 其實 一說到入球大小 立即回應 入球大小看到兩球以上就很高興 因為現在很容易猜 還有一點也要比較一下 強隊失球的數字 因為今季失球最少的球隊是哪一隊 那隊叫做阿仙奴 說到阿仙奴不轉了吧 真的不轉了 失二十九球 失二十九球就全英超最少 我見到今天有很多人評論 說阿拉爺門將的質素如何 我心想其實這是一個paradox 大家覺得拉爺一般 有些人覺得拉爺一般 但拉爺是全英超失球最少的門將 金手套獎 是的 是這個年代對門將的審美觀出了問題 還是那班評審是慢的呢 還是整個英超的風向 或者大環境不同了 說到這些話 馬上又再轉了兩項 證明他們對我說的東西有共鳴 是不是這樣呢 但是平心而論 我覺得拉爺先不要講數字 如果你講場面的話 是的 他是有失誤的 但是你要數阿仙奴 這麼多不同的門將出現過的門將 有些短暫 停留比較短暫的我不講 我只是講一些長的 斯文是最穩定的 近乎是沒有失誤的 我覺得 我自己看阿仙奴 如果不講斯文 你說其他門將 就例如誰呢 就例如 列文 列文有沒有明顯失誤呢 一定有 肉眼可見的一定有 你只是在數一季裡面 他累積多少球這些失誤 是不是 你再數一下 阿仙奴還有其他門將 詩哲斯尼亞對不對 他是不對 你說論穩健感 不是啊 我是說停留的時間比較長 哦 那停留時間比較長 而有這個穩健感 其實真的很難跟你討論的 就是列文和斯文 雙文 但是因為列文其實都是在一些 接近高峰下滑的時候去到阿仙奴 但是拉爺呢 其實 插開一點點 我不知道總編有沒有預備 最佳11人 但是我就預備了最佳11人的候選名單 其實就沒有大衛拉爺 那我又回應你剛才那個問題 就是 是不是評審準則那裡有些 不同了呢 那確實是的 因為 選一個最佳門將呢 除了現在把關技術之外 就是有時候 他在中後場拿球去用球的時候 或者猜拳組織上來 多少膠塞啊 或者踢出來的準成度有多高啊 可能都會影響到我們心目中的評價 大衛拉爺呢 我覺得是佔入街景 我沒有選他的 現在先說清楚了 我最佳門將不是選他的 他是佔入街景 但是季初確實有些處理 是有點瑕疵的 所以論整個穩定性 我就沒有選他 那就是你說 說回整個英超的大環境 我就想問大家一句 一個問題 是 入球多了 如果你說從中立球迷的角度 好像 很多球進入當然大家很開心 娛樂性又好像很高 有多尾段時候的入球 但是反過來 有沒有球迷覺得 看成十幾分鐘的保時 是有些不勝負荷呢 這個 可能我跟總編的想法都不同 嗯 嗯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 想借這個機會 問一下大家 怎麼看 嗯 這裡可以看看聽眾的留言 他說 其實如果要品評 拉爺和艾蒙尼 拉爺和藍絲道的話 這個封力就說 其實金手套 金手套 就沒有參考性的 純粹的Clean sheet數 Clean sheet背後 有很多原因 可以是個籠徑 可以是個後防徑 可以是全隊攻轉手 是吧 或者是 控球時間長等等 有很多客觀的因素 是會很影響到對球 嗯 所以其實就 不一而論的 有些事情 另外 就是 魏永夏說 長長百二分鐘 對球員的損害都太高 其實有一點 我覺得大家都要公道一點 就是 比賽的時間 如果是長了 其實真的會導致到 比賽後段的入球數字 明顯變多 嗯 這裡也會影響到 每隊的失球的數字 得失球的數字 是 如果我們把 這個所謂的延長 比賽時間 就是保時 這個因素 計算進去的話 是難怪現在的入球數字多了 當然大家可以做得再精細一點 有多少的入球 是說在保時 裡面發生的呢 那麼 講到這個呢 阿仙羅的粉絲 雖然失落聯賽冠軍 但是有個數字 其實他們是贏的 冠絕英超 在九十分鐘打後的保時階段 他們是沒有失球的 是 因為戴衛拉爺呢 嗯 那個把關技術呢 我一向都 在他去到奔福特的第一季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了 我是很喜歡他那個撲折的手法 是一個 極小脫手的門將 摺得很穩的 那用球的那些 嗯 你還沒當他初尼亞仙奴 那可能 你說那個 心理質素 自己都要 調節吧 是啊 調節吧 那他是好門將來的 或者就是來到之後 除了你提升隊伍之外 那我想作為一個領隊 你都希望有個良性競爭 他和藍絲達爾 兩個都是 各有千秋的門將 可不可以 大家 你逼一下我 你推動我 我又可以 帶著你 一路大家 並肩作戰 驅使大家去進步 大家互補 但我其實剛才東拉西且 無非都是想說 為何又說到拉爺 又說到金手套獎 又說到德塞球數字 其實是想側面帶出一件事 其實現在呢 我想我單純說英超 我不敢拿其他大賽去做比較 英超的大環境的明顯變化 我想是因為比賽的時間延長了 保時的因素 是會令到德塞球的數字 是有所改變的同時 其實今時今日 英超球隊可能在防守的方式上的變化 都會影響到德塞球的數字 還有當然大家可以再加上 VR的效果 當然那些都可能包括在內 所以我今天都很反思一個說法 就是說數字不會說謊 數字是不會說謊 但數字背後的環境 或者條件呢 就要搞清楚 如果不是呢 你那個反映出來的實像 不夠清晰 你拉爺是不是會超越到前人呢 我覺得很難去做一個所謂的比較 那你問我呢 我就 又表態 我其實就不太喜歡這麼多保時 因為 太多保... 就是我... 這個是個人感覺 我已經覺得 當見到保時是有雙位數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一種感覺就是 嘩...又是這麼長 很辛苦啊 這樣 除非 即是長球是咬得很緊的那些 或者你的外隊是想 透過保時這麼長來去追落後 否則的話 其實有些球迷也有說 對於受傷 這個又是另一個話題 今季很多球隊 不只是說曼聯 隨便都可以數到的 賓福特 紐卡素 維拉 勞頓等等等等的球隊 都有受傷患影響 傷患影響的成因 背後我們探討的因素 除了密集賽程之外 比賽的時場 是不是另一個有機會影響到的因素呢 這些當然也是 你也可以說 但是你以前就換三個而已 現在你可以換五個 最多五個 但是 其實就算你換五個 最多我想是 補充球隊裡面的一些元素 一些比賽裡面的一些元素 是不是 你很難去說 能夠完全克服到 對球員的傷病的影響 所以 這裏當然牽涉到很多問題 包括傷病管理 你的角色 那些東西 但是 我想 大家從這些側面 可以反映到現在英超的環境 和形勢 不可以單純拿回以前的尺 來比較 所以我明白到 其實可能現在新生代有些球員 大家未必有很喜歡的 拉爺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 你不得不承認 你現在 你否定的 有些人不喜歡拉爺 我尊重他們的看法 你不喜歡拉爺 但是 你們也未必會接受 現在英超這個環境 是你們希望看的東西 拉爺這種門將 你可以說 某程度上 是現在這種生態 聯賽出現的產物 所以 有些事情 真的像天天媽媽說 兩面雙印 這件事 就是 你球員開時間 沒有理由不加分 我覺得這個所謂雙面印 這個說法 放進去 現在英超的 很多不同的面向 都是這樣說的 等於 我們又說其他位置 不要只說門將 等於現在 近年又有一個說法 就是 地面組織 著重全空的球隊 到底是不是 踢法是好 令大家覺得 上心悅目呢 有些人覺得 哇 你一尾這樣猜 我想看一些 比如Billy Sir也有說 我們好朋友 Billy Sir也有說 現在的球 整天都是一個猜字 傳來傳去 在地面進行 我想看多一些 高Q大棍 埋身肉球 或者簡單直接的攻勢 比如盧頓 這屆 反而它令大家 耳目一身 但是這種舊式的英式踢法 反而在這個世代 就令大家覺得 哇 好像很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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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有些我想都是人的所限 始終 他們選擇這種策略 都是跟人的有關係 其實 未必是代表策略 自己本身有多高明 剛才我們提到 這組數據 即是說入波方面的反應 我們是不是跟著下去 去下一張 喔 未必去下一張圖 因為這一節只有一張圖 喔 就是這一張了 兩張圖 一會兒有沒有機會看看 展示出來 講下一個議題 好嗎 另一件事我覺得 今季 講完這個現象之後 講一下制度問題 尤其是扣分那裡 在季中 都引起了很多話題 這個牽涉到公平性的問題 要不你帶回去下一季 下一季的季初 就不要擺起季中 因為真的會很影響到那個比賽 很影響到聯賽的形勢 那 都可能聽一下你這個說法 就是 你首先 你贊不贊同季中扣分這件事 當然不贊同 很多人都 這個反應跟阿維一樣 但 有這種判斥呢 應該有他自己成立的理據 那為什麼要在季中做 季中才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或者才找到實質的證據 還是怎樣呢 又怎樣可以帶回去下一季呢 一旦森林 真的會降班 如果你牽涉到一些 比如說 影響到來季的參賽資格 勾戰席位 或者升降班 那 你去做這些季中的 punishment 就肯定很大影響 但如果你不做 又很煩 不做很嚴重 但是曾經在季中 你都知道 扣分那裡 又減過刑 是 那 我當 在季中 有處分 這個 情況是 情有可原 但是 判了之後 你減刑 或者加刑 那裡 又怎樣能夠 服眾呢 這個問題 我覺得 你要牽涉到 季中 扣分的話 因為他有很多 變數 對不對 正是因為這個變數 你很難去取消 貴宗 punishment 貴宗懲罰 因為 有些情況 確實是突然間發生了 會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我不可能帶到下季 季初的時候才發 例如 如果你 某些 調查 你可能 跨足幾季 時間 越長 可能 追溯期越長 可能 將 懲罰放到下一季 例如 你可能 當作 萬成有116條 財政欺詐的問題 是 那些調查時間很久 你不會預計 它是立即 在這一季發生的 類似的 是的 愛華頓和森林的案件 應該是怎樣呢 森林的案件 可能是在兩季前 愛華頓的話 都 他們長久一點 是的 沒錯 如果你這樣去看 你會發現 如果時間 有那麼久的話 立案調查 你看看新聞 就不是 2024年的 上半年的事情 可能在 2023年 已經出現了 你看看 森林和愛華頓庇伐 都不是 2024年才有 是說 上年11月 換言之 是有時間 給他們準備的 所以 如果這樣聽起來 你又覺得 又合情合理 如果你是一些 追溯期比較長的調查 有機會會發生 一些刑罰的話 這件事應該是 那些受罰的球隊 或者是事主 他們本來應該預計到的 不過又是這樣 幸好是貴宗 是 幸好是貴宗 幸好是中間 幸好是中間 幸好是貴宗 是 我就絕對接受不到 是貴尾關鍵時候 才是罰 貴尾關鍵時候才是罰 但我想執法者 雖然沒有寫到 那些法律裡面 但都盡可能避免這個情況 是 因為你去到貴尾 大家都欠到 頭髮壓裂的時候 你才突然間 這些制裁又很嚴重的 例如我們一直在說 愛華頓現在的新的老闆 777 777的數字很過癮 777 777 partners 業務範圍很廣 全歐洲 這裏又買些 那裏又買些 安德烈志又有 甚至乎史哥牌 西維爾又傳過 是嗎 有 777 partners 很多販賬 但他證明不到資金來源 現在他說買愛華頓那筆 又停滯了 難道怎麼樣 你去到別人愛華頓 都成功扣完分之後 又可以給他互賭級的時候 你才拿這件事來制裁他 是不是 那就不應該了 有些東西他未必寫出來 但執法的時候 我想都要考慮到 考慮到當事人的情況 和爭議的內容 才能帶到下跪 我反而覺得 其實現在英超在 我先不說曼城那筆 說到曼城那筆 大家就馬上就進來 我只是說愛華頓和森林的處理 你說對愛華頓和森林不公平嗎 但是如果你看回 這個PSR規則的原意和精神 兩隊是在沒有足夠的收入 和盈利能力的情況之下 就是大量在轉會槍裡面 去做一些申請 還有人工的開支上面 也超出了原本的能力 如果這個規則本身是 英超賽會的20隊 都同意去執行的話 這兩隊做不到 他們被扣分是很合理的 是很合理的 萬城 不要說我大細超 因為 我本身現在去看 萬城的新聞 關於那110多條的 我也覺得 其實萬城搞到現在 還未扣分還未判罰 我覺得是一件很趨脹的事 意外 你問我荒謬嗎 不是意外 是荒謬 但是看PSR的原意 他是否想罰財務欺詐的球隊 似乎 又不完全是這樣的 又不完全是這樣的 那高先生 你不如說清楚一點 罰不罰 罰 但不是用PSR來罰 他們還要回應 萬城那件事 是啊 還有 十九還是百幾條 有百幾條這麼多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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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幾條我知道 但不知道他回應了一半 還是未開始回應 總之 無論如何 數字不重要 但起碼有些事情 還在跟進 要他們的法律團隊去跟進 我不知道我這樣說 是不是有些陰謀論 可能差點說一句 歐洲就要拿著這件事 拿著萬城春袋 拿著春袋 拿著春袋 可能迫萬城 要在某些地方上 有些妥協或者退讓 因為他牽涉的利益 也都相當之多 包括城市祝萊集團 各方面 還有萬城本身 都已經做足功夫 來跟你打 跟你吵 這件事不容易拆 你想扣分也不是那麼容易 隨便說扣 所以就 不要走來質問我 到底高先生 你是否大細超 這個問題 我覺得某程度上 萬城是很過分的 萬城是必須要受罰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用PSR這把尺 來量度萬城呢 我覺得 你很難用PSR來進入萬城 你要進入萬城的話 應該是別的問題 就是這樣 好啦 那就差不多讀一下留言吧 那 由哪段開始先說 那些佛側嘛 我們討論佛側的問題 好 讀一下 那 Ben哥就說算了 萬城是英超最大金柱 怎麼搞他 佛下錢再進貢 是不是公字呀 進攻一下賽會就沒有事 或者是罰款 就不罰分 Jason說 以前撲毛破產都是貴中積罰 一向都是定罪積罰 問題是 問號 嗯 嗯 即是同意你的說法 是 定罪積罰 是啊 但又是還原那句 如果是貴尾的話 到時候那個 盡可能 盡可能 我認為賽會是盡可能 避免 在 季尾的時候去執行 即是如果你去到季尾的話 一般情況 多數都跳到下季的 那個 開初的了 就是 也試過了 英蘭低組別聯賽也試過了 英冠 英甲 那些 下季開初才罰 那麼 湘佩堅就說 扣分好像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人家都財困 還要被你罰到降班 去收入更低的組別 嗯 但如果不是扣分 你又要考慮到那個判費的阻剋性 那你現在牽涉到賽事的公平競技 那你不扣分 那怎樣 你就是純粹罰錢 對嗎 都很難的 還有哪一段留言都值得說一下 差不多了 那我們這一節 繼續說說其他話題 說完 這個罰則 當然是說一下大家都很關心的VAR 說起VAR就很大反應了 VAR就先那一輪傳說 狼隊就是想動意廢除這個VAR 最後在剛剛那個禮拜 狼隊對地貿物浦比賽 狼隊也是施美道去踏馬卡利士打 於是VAR覆核了之後 宣布球證應該施美道 那你問我 看那一幕之後 施美道是否值得死呢 絕對值得死的 那你鞋子這樣走過去 如果你狼隊 去批評這個VAR不公道的話 喂 那一下動作 我就覺得很難去推翻 那一下就一定是施美道 但如果你說VAR 其實有些球隊真的身受其害 例如哪一隊 那隊的球隊叫做 樂定咸森林 森林還專門 請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熟的 我們都很熟的一個熟人 走去做他們的顧問 緊貼 他作為一個顧問 就會看到VAR 會影響到森林的時候 他就會找這位顧問出來 去看看判決有沒有效 就是卡頓堡 當然 其實卡頓堡最後都 到了五月的時候 已經辭職了 離開了森林 很短暫 幾個月而已 幾個月 是啊 沒錯 但我想他自己都行李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森林找他做Advisor 每次去看這些判決 然後就要跟捉總去吵 但我想卡頓堡自己都會想 我就算幫森林去判決 我收錢幫森林去判決 撞口撞臉的 都是我以前在球證的公司裡面 PGMOL 球證公司裡面的那些同事 正所謂手心又是肉 手背又是肉 又不想得失些人 是啊 那就沒辦法了 最後他就離開了 就是這樣 但森林還未及格 都未到狼隊出聲 我說沒有做功課 我就沒有仔細去研究 哪一隊是受VAR的判決 影響最大的 更何況呢 你說受VAR影響的判決 那把尺 可能人人都不同 所以 這方面我就沒有做功課 但如果你問我 贊成廢除 還是贊成繼續執行VAR 其實我是贊成繼續執行的 因為我本身 已經適應了 還有 關鍵就是 是你那個過程 你那個過程 好不好看 那個時間的流暢性 或者你選擇公佈 那個判決 那譬如之前我們也有聽 就是說要公開 那些球證之間的對話 而不是搞到很多事情都很不清不楚 然後又說有一條明顯錯誤 Clear and obvious 的情況 你怎樣去界定 很多的定義 就算你界定 你寫了那個定義是什麼都好 但是什麼時候才選擇去看 有很多說法 簡單來說 你的系統擺在那裡 但是你執行的人 哪些時候需要介入 要怎樣介入 背後的準則是什麼 大家對球例的理解又是什麼 那些是比較重要的 你說VR的技術 會不會形成到 就是你 VR的技術 會不會影響到 就是 影響到 那個球證 可能 是會左右到 他對於那個 行為的判決 OK 我意思是VR的 其實會不會有時候 帶來一些偏見 因為你知道 其實有時候你 放得快 放得慢 Zoom近一點 放遠一點 出來 大家看到的東西都會有不同 對不對 加上速度 阿Sam 曾經說的 你都記得 你把那個慢鏡 你那個畫面 你放慢了的話 跟你真實世界 你代入角色 想像那個球員 那個肢體動作 兩件事來的 還有呢 就是 我見ADS就說 問題是他們認完 失敗之後 沒有得補償 嗯 有補償的 如果有些錯誤的話 就替球證東菇 替他們下去 下一兩個級別的聯賽執法 可能反過來 一段時間 他們又回來的 嗯 這種懲罰 那下去下面 一兩個級別的聯賽 對那個球證 雖然聲譽是有影響 但是 輾轉之間 你又回來英超 那有沒有那個扣分制度呢 就是我當了 你如果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類比 我不是開車 我不是駕駛人士 但是如果你 扣分 扣扣一下 你就釘牌這樣 有沒有類似這樣的 機制 可以管轄一下呢 嘩 一定有人吵 一下子 你去到釘牌 那不是一下子 但是你要錯多少次 錯多少次 你才覺得為之 要去到這個懲罰 你不能夠排除中間 都有一些人為失誤 對嗎 那 確實今季都有一些判決 搞到沒有仇報 也真的有不少 對嗎 但是要錯到一個什麼地步 所以 又是說不完 說不完 那我是表哥太 我就繼續支持 有VR的 那當初你引入科技執法就是 因為有些 你看不到的判決 你修正了 嗯 那現在你又 還原基本步 那如果下季 你又見到 或者之後的日子 你又見到一些明顯錯誤 沒有推翻的話 那你又 又反過來 你又說 為什麼不引入VR 嗯 那沒有的 就是 我覺得VR 現在 技術上面 有些東西 引入 譬如說 半月位系統 半自動月位系統 說清楚一點 半自動月位系統 那應該是會幫到手 去解決一些爭議 關於月位的問題 那VR的話 可能就做些調整 你如果有半自動月位系統的話 那VR就不用每次都放一個鏡頭 過去看一下 那球球是怎樣 就變成為 可能主要是針對一些 所謂的五五球的攔截 是吧 又或者是一些 就是球員個人的一些犯規 那我想可能就會縮窄了這個範圍 那叫做 變相你的爭議少些 甚至有時候 那些進攻球員 是不是干擾到門將的視線 這些 這裏呢 就不是牽涉到 就是你VR要怎樣執行 球例 就是 你看到阿仙奴先那一陣子 很流行有一種戰術 就是放Bang White出來 然後就阻礙門將 好像類似做一個幫隊友 做擔當的角色 在死球的戰術裡面 是吧 都有人激烈的 誰是激烈的 誰是激烈的 誰呢 高普 我們寧願專心一點 做一些正路一點的事情 你說要找個人 擺在門前阻礙他 這些我們就不做的 他說沒有開名說阿仙奴 但是人家自己說阿仙奴 他說這些事情 如果 聽到的聽眾們 尤其是你和阿仙奴 以為我要挑起兩隊的衝突 你們自己去搜尋一下 這個高普 他對上一陣子訪問 是有說過類似的事情 無論如何 你看回VAR那部分 其實我覺得 是球證對球例的理解 的考驗是多了 因為VAR呈現的東西是多了 VAR本身的角色只是呈現 這個呈現的過程裡面 會不會帶來更多的偏差 這是另一個問題 是吧 但是我們會發現到 其實現在球證很多時候的判決 你說是VAR呈現的東西 帶來的問題 還是球證對於判例理解的問題 那裡再牽涉到公眾對於判例 或者對於球例的認識 那裡的問題其實是很複雜的 因為不是百分百 每一位球迷對於球例的解讀 都是理解的 我覺得 是啊 其實你不要預期一般人對球例的理解 會很透徹 我自己都不行 我正正就是想說 評述員也不行 是啊 或者所有的足球從業員 都未必是100%了解的 透過程 就算我給你一輩子讀出來一百分背墨 你拿一百分又如何 每個人對不同的定義說話 那個詞彙的理解又不一樣 所以結論就是 由VAR引入的第一天 我都鼓勵大家 就是 鼓勵大家 一去到鼓勵大家是甚麼 鼓勵大家接受VAR 說吵你啊 接受的意思就是 我沒有鼓勵 我沒有這樣的能力鼓勵大家 但是我嘗試一下 將我心裡的想法和大家分享 就是我都已經是 豁了出去 好像當作是看電影 豁了出去 現在看一場比賽 一場足球比賽 已經沒有那種純粹的味道在這裡了 沒辦法可以走回頭 我也很難相信 在未來日子會走回舊路 舊路就是甚麼科技執法都沒有 門線技術 甚麼都不要了 甚麼科技都不要了 全都興起他了 沒有可能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沒有可能 但我這樣理解 既然這件事發生了 而他必須要執行的 你就嘗試找辦法去接受他 是的 意思就是 為甚麼當作是看電影 那些你不發覺的嗎 那些球證出到球場外面 然後呢 或者你看到球員 沒有慶祝 由武慶祝變慶祝 然後又慶祝變武慶祝 那些神情啊動態啊那些過程 就唯有當他是看電影 那種提笑皆非的感覺 我唯有這樣安慰一下大家 我自己也要調節 我反而向另一個方向走 是的 如果你是KOL呢 我想沒有人會去接觸足球這一範的 就是解釋球例 我看到譬如說 有些很高質的 例如是 例如那些呢 就是 以你所知 是會嘗試去解釋球例的 你想到有哪些 你想到有哪些 哪些甚麼 哪些KYL會跟你專門花時間做一下片啊 寫一下文啊 就是Ryan SPEC 852 我想他應該也有的 但是不是特別多 理性吧 理性足球分析這方面的片比較多 是不是 但我實際說這類東西是很講客的 一講客 第二 現在網絡世界的那個生態 不容許你去做這件事 因為你所表達的東西 你會自動被人歸一遍 如果你 整完條片 你解釋完球例之後 你是站起了某一類的立場的對立面的話呢 你這樣得失那些客人呢 其實你就很難整下去 嗯 我覺得 有這類KOL 去嘗試做這件事是值得鼓勵的 但是真正的那個責任落了在那些足球的機構 就是無論是FIFA 無論是各地培訓球證的機構 這個是一個所謂公眾教育的問題 我不會扯到其他地方 我只是說英超而已 英超其實是必須 是必須 要展示到那個裁判和執法的透明度的同事 是要加強執法的裁判 是要做多些所謂對外教育的工作 我所知對外教育的工作是甚麼呢 例如說你每個星期都有Match of the Day的BBC 有 你會不會可能派個球證 你可能就上到那個節目裡面 你去Match of the Day也好 你去Sky Esports那裡 找個人上去 可能我當你胃皮 我當你卡頓堡 收入在加利佬和加利茶中間 萬聯隊利物浦里路有一場這樣的VAR 你不介意的 就找一個代表 加入他們的節目當中 去解釋那個判決 每個星期都盡量去找這樣的判決 這方面美職聯是有做的 其實 偶爾也看到 播歐聯那個 現在不是BT Sports 現在叫甚麼 突然升不起 TNT Sports TNT Sports 有些找一些嘉賓 不是出樣的嘉賓 就是來自球證 或者前球證這些權威人士 有講過一下 最好出樣的 始終你對於那個公眾輿論的影響力 你不出樣是差很遠的 你要找一個有名有姓的人 走出來去講 是不是 那你才有那種公信力 公信力是怎樣建立的呢 除了球證自己本身執法 能否服眾之外呢 亦都牽涉到你怎樣對外去解釋這件事的問題 如果你不嘗試去做這方面的教育的話 你很難建立到形象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看英超 每個禮拜 大家都要為那些不公正的事來吵 大家都覺得自己的愛都是苦主的時候 我都是說一句眾生皆苦 你由天主教變成了佛教 我公司是天主教 偶爾都跟大家說是佛 眾生皆苦 每隊都會受過VAR的苦果 就是 多與少大家自己爭辯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想有一個好一點的棺材體驗 以及更好地推廣足球 尤其是第二點更好地推廣足球的話 我覺得英超是有必要 每個禮拜 在這些有公眾影響力的平台 BBC Sky Sports 甚至於社交媒體 你要有人專門去解釋這些爭議判決 那香港足球不是走得很淺嗎 為什麼呢 走得很淺 因為每年基本上都有最少一至兩個球證的workshop 那些 不是叫訓練班 那些 叫做介紹的攤位 每一季 他又不是跟大眾的 主要是跟行內人士 去講解球例有什麼變遷 或者執法上面 或者甚至我也出席過 我前年也出席過一次 那就是 他現場就會說回 那其實香港的球證 怎樣平時去檢討過往的判決 或者偶爾有什麼去討論 或者有什麼個案去討論 去促進一下 提升球證的執法水平 這個他們是有做的 那有聽眾提醒我們 Sky Sports 其實有一個所謂的Referee Watch Referee Watch 其實就是會 真的去請一些 這方面的專業人士 去做這個解說 但是我覺得 就是這裡 他是請一些前球證 是不是 去解釋這些事情 是吧 但是我想 看看會不會 在 之後下來 做得更多一些 我意思是在說 可能在社交媒體的層面 是的 好 那多讀幾個留言 看一節就差不多完了 但是我有一點點 私心 我想讀這個留言 因為他有一個 我以前應該是 遇過的一個拍檔 Oscar Chang 他說熱血世界杯 跟我做過一集節目 你那時候叫什麼網名 或者你的主持名字是什麼 報上明雷 是的 我也在這裡想找一些 適合的朋友 不過就 其實那時候 訓練班裡面 其實應該只剩下 小弟一個 還在這個界別工作 很多都 雖然阿Nick也是 今次今晚都有做節目 不過他就不是全職的 足球從業員 真正在這行做全職的 應該就剩下 小弟一個 但是也很感謝大家支持 讀一些 相關VR的留言 Chang David 說 現在這個年代一場 有幾十個攝影機 有沒有VR也好 導演已經用放大鏡 給觀眾看 觀眾看都是明顯錯判 但是球證反而沒有執法 就先會令人生氣 這件事令我想起另一個聯賽 西甲 西甲今年也是有一個 革新制 他是即時 將一些 有爭議的畫面 播出來了 還要在一場播進行的時候 是生播 可能是攻守轉換的過程當中 他們都是播 收拾了那個畫面 這個可能有機會 都要留在西甲梅 和Eason探討一下 各地聯賽的做法 我再說一件事 我看到這裡有些留言 我不逐個讀出來 其實Reverry Watch 是很盲撐球證的本 是 然後Dennis Choi這一段 我覺得很值得讀出來 NBA直播 就會請 Ex-official 例如 Steve Jarvie 未退休之前 他都是勒手判官 但有他這樣說 又真是順利了 但要長長直播 都插個前求證 都頗為重 我想起碼你要接受到 可能在某些情況下 你找一個 相對比較有公信力的 一個最弱固定的人選 我強調你不是每一集 請不同的前求證上來 你可能是 之後你會有一個公眾比較信靠的人 他除了會去解釋求證之外 有時候也敢於站在一個 相對比較獨立的位置 一個中立的位置 去講求證本身的判決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不過這個角色不容易找 是很難的 所以我剛才有一個說話 其實公信力的建立 不是只求證每一場執法這麼簡單 其實涉及到 你怎樣去展示的條例 以及別人落實執行那方面 你能否有這樣的批評 你站在這個位置 其實你要找這個人也不容易找 因為他會得罪自己的同行 剛才我們講卡頓寶的例子 他要跟PGMOL裡面的人去周選 他未必是去做周選的角色 但森林去跟PGMOL吵的時候 就說我也是聽卡頓寶說的 卡頓寶怎麼面對自己的同行呢 怎麼會想跟自己的同行正面交鋒呢 是啊 就是這樣 那找位置給他去說就沒有用了 哈哈哈哈 你怎麼知道一定沒有用 是不是呢 好啦 那還有些什麼議題啊 對今季英超來說 差不多了 我們就… 是的 我們就… 接下來就切開那三棵 我們就逐一逐一說了 嗯 對 沒錯 即是英超這麼多支球隊的回顧 沒有啦 那休息一會兒喝水先好嗎 好 那一會兒回來就開始 我們就上游去到下游 是不是 那就是… 那就是… 那… 我們當然是切開四棵的啦 我也是按照你說的那些題目 來到分開而已 是不是 那大家… 不要有共識的 喂 因為你已經是趕了我心中所想 那就是四棵 是啊 好啦 那休息一會兒 待會兒回來我們第二節見 大家記得繼續留言 like and share subscribe到YouTube和Patreon 待會兒回來見